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蔡英文民調調到33% 你會覺得意外嗎 當然不意外 一粒一休已經實行 再加上還沒有實行的年金 對台灣的經濟 會造成怎麼樣子的雪上加霜 今天我們好好的來看 而中美為了南海 已經開始嗆聲 大家把底牌翻出來 這樣的南海大惡戰 奇怪了 太平島不是台灣 中華民國的領土嗎 太平島不是島 不是礁嗎 那怎麼台灣 蔡英文政府為什麼歸縮 一句話 一個字 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了 好像他們在講外國的領土一樣 而最重要的是 川普一刀砍死TPP 這是美國報紙的用語 他殺了TPP 結果造成是中國的機會 那台灣的機會呢 為什麼中國的機會 不會是台灣的機會 千惠 好 我們來賓都有大格局 首先邀請到的是董哥 政治評論員董資深 大家晚安 國民黨中常委謝龍介 大家好 實踐大學副教授賴岳謙 大家好 以及財經專家賴憲政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張有華 大家好 蔡英文是在做轉型正義 還是把正義轉了一個型 整型整失敗了 變成不正義了呢 民調可以告訴我們很多 中國現在老百姓真實的感受 那個感受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而年金加上一例一休 會帶給台灣怎麼樣的災害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蔡英文一張苦瓜臉 也難怪 他的民調聲望腰斬 只剩下33% 事實上檢視著大半年來的政績 包括幾項轉型正義 一例一休 還有年金改革 這顯示什麼 不被民眾接受嗎 好 我們先來看到 這其中倉促上路的一例一休 事實上是衝擊最大 爭議最大 勞資雙方的權力義務影響最大 好 可是行政院發言人 徐國勇就說 經過了行政院訪查 200多家的店家 結果發現 8成以上的業者都沒有漲價 而且其中漲價的只有一家 所以他認為 這個勞基法修法不是主因 當然就立刻被網友打臉說 睜眼說瞎話 而且來看看 這個是民間版所做的一份 最新的民調 以這個生活層面的影響來講 78%的人認為 確實都已經感受到 物價上漲的壓力了 還有超過六成的人 認為服務形態的轉變 讓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不便利 那麼另外來看到 至於對工作來說 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認為有超過了半數 五成以上 都認為自己的工作受到影響 好 那麼一例一休 有沒有提升大家的工作條件 和保障 也很高這個比例 4成2都說沒有 另外牢固關係的轉變 其實目前看來 應該是越來越緊張 的確有6成3人認為 很擔心會變相減薪 而且將近7成人認為 未來的牢固關係 恐怕會更為緊張 還有有39% 將近40%的人 他們認為勞工 不會獲得加班費 或者是休假 而我們看到 這個企業界 工商界 其實也都在哀嚎哀哀叫 工商協經會理事長林伯峰 他就這樣形容 他說這一例一休 加班費的算法 其實非常的荒謬 可笑 他預計政府 就是勞動部在3月份會調整 包括了加班費 還有彈性工時的部分 我們來看到 除了這個一例一休的部分之外 我想也是其中影響的因素之一 而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的 其中的民調 關於蔡英文的領導統一的部分 兩相比較 在去年他剛上台的時候 69% 將近7成 可是現在還不到一年 才大概7個月 立刻跌到一半 33% 那麼換句話說 不贊同他的領導國家的方式的人 也從不到10% 立刻飆升到超過半數 54% 這一切是不是統歸於 文青治國 口號治國 這也沒有關係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 都一一被打臉 他說謙卑 謙卑 再謙卑 最會溝通的政府 但很多人看到是哪門子溝通 他先有了結論之後 才在開會說大家來討論 還有他說可以向政府拍桌子 可是我們看到桌子都撤了 怎麼拍 勞工是他心中最軟的一塊 就是因為這樣才可以軟土伸絕 才好欺負嗎 而另外年金改革的大刀 一刀也要砍向 勞苦功高的警察同仁 那麼現在可能他們情嶺的 退休年齡要到65歲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是內政部的 官方的統計數字 平均壽命 國人一般活到80歲 警察只有62歲 所以很多警察說 年金改革改了又怎麼樣 還不一定能夠活到退休 有錢也沒命花 楊仁壽是最高法院前院長 他說年金向共產國家 憲哥 一利一休跟年金 然後加上黨產的違憲 這三件很大的事情 蔡英文洋洋得意 可是年金已經7成8的人 感受到物價上漲 然後因為很多店 很多公司就不開了 所以我們台灣 引以為豪的生活型態也改變了 然後自己也會受影響過半 變相解新6成3已經發生了 然後牢固關係很緊張 這樣子的事情已經是了 那接下來怎麼辦 我們常常說 說白尾兼生的兒子 也就是說用國語來講 叫做雪上加霜 水深火熱 因為我們本來想說 他在稍微過 六更可以 因為你的體育關係 多休息都可以多多錢 但是老闆也很煩惱 很多老闆說現在他潛在的支出 包括一粒一休 如果真的照這樣走 還有再加上 未來的保險費會增加 勞保保險費 對 勞保 還有勞退一定要提撥 加起來他潛在的一個費用 是25% 也就是說你現在請一個人 這個勞工他每個月領4萬 再加1萬 等於要5萬 所以我現在只有兩條路 一個是離家出走 就到國外去投資 到東南亞去投資 另外的話就縮邊 我就是預缺邊 另外的話我就強迫你 禮拜天要休假 禮拜天要休假 我要用誰 我要用臨時工 派遣工 所以現在勞工也討不到便宜 僱子也討不到便宜 政府也討不到便宜 變成山蘇的格局 現在又年金了 年金你現在本來一個月 我可以領7萬 你現在給我打6折 變成4萬2 我本來想要消費 我都不敢消費了 很明顯的 今年的十大過年的伴手禮 你去給他查一下 全部都499以下 沒有超過500塊 499 以下 因為沒人敢消費 所以我現在擔心的是怎樣 你現在一粒一休 再加上年金 第一個一粒一休 你先把通膨帶上來了 所以物價漲 你現在薪水往下掉 變成通縮 所以勞工也不敢花錢 對 然後通膨 加上消費的通縮 加起來叫做停滯型的通膨 這是最嚴重的 就是你通膨脹一直拉上來 然後你的薪水不但沒有增加 反而倒退 倒退 這樣的話 你整個經濟的運轉 台灣經濟的成長 本來是正的成長往前走 現在變富的成長 倒退越 這死 老百姓的痛苦指數增加了 這樣套一句話 準備過苦日子 龍介兄 轉型生意真的是轉型生意嗎 那個黨產條例 如果按照陽仁壽大法官 他的邏輯 那黨產條例也是違法違憲 年金改革也是違憲 他全部都是違憲 這基本是整形失敗 違法違憲的說 專型是在騙人 但是他不知道 他要騙什麼 要騙選票 當然蔡英文他沒這麼殺 他也沒這麼說 他也知道政黨公平的競爭 譬如說國民黨是會接受 我們把東山清調 兩個政黨公平來競爭 當國民黨的東山不去了 孫中山 先生 國父 會結明的靈魂 就會回來 這我們很清楚 但是沒有人替我們做 我們當時沒有做 現在叫一個國立王 他是為了要選台北市長 所以躲在那裡 豁城無塞杯 所以他是為了他的立場在設計 所以做成民進黨的人 就看這個事情成了 所以去照顧民進黨 所以讓國民黨提早 把那個輸掉 叫回來 當然這不是為了選舉 說這年已經 國民黨的東山 你把它處理掉 我沒有意見 但是 不過法院都判過一首輸 就是說台灣 整個你可以跟中國對抗 可以跟中國不一樣 就是因為你民主 而且是有法庭 是這樣人在討論你 世界一定是台灣 是因為你是民主法庭的國家 如果你今天把法庭拿掉 那就不用說了 我早前兩天 在台南市我學部處在發 馬英雄總統下來的問連 比那附附附附附附附 我問他還要想 來討論人很多 但是都說到你們六天 他說我 兩天我現在要加班 老闆不給我加班 老闆來跟我說我沒想法放 現在政府兵成王 要兵家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真的是三輸 尤其這兩天 後來就要圍樓團圓了 他說這樣 中南 中北 中無錢 三年 三世 三過年 換他批車一個三聲沒來 六天他是痛苦 所以這個政府現在是這樣 執政性質是很難看 經濟經濟真的很高 半年民調創一半 競爬任期你做不完 剛才宣哥在說的 那個天地形的通平 我告訴你 那是多嚴重的 我和這些公告人員 開工我說 你們有接受 年金幫你改給 他們有接受 但是這種的 太老火老地 我告訴你 我錢已經都儲買了 我按貸款 按什麼 所以村子這欠的 這四人欠這兩百多萬 讓我們兒子去投資 我想說我不用擔心 因為我身份 我有體育金而已 結果現在體育金沾起來 他都不會我 今年的景氣 真的是讓人非常憂心 可是蔡英文 不只是因為經濟景氣不好 所以他民調掉了 他不是疊掉一半 他疊超過一半 是因為他言行不宜致 我們來看蔡英文 他怎麼樣講休假 選舉到了 大家都聽聽 就是那個公司 工資 休假 都變得選舉意見 這個老實講 不過我真的也覺得 台灣的價值真的休太多 所以尤華兄 就是這樣一個總統 我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我現在這樣子講 我們還忽略了一個 他現在年金不是軍公 不 公教 他為什麼不改軍 他說第二階段 沒有 因為他發現 軍只要改下去的話 對不起 第一個 大量退伍 第二個 他實施募兵制 他給老百姓的承諾 募兵制絕對行不通了 沒有人當兵了 所以蔡英文 他為什麼要把軍拿開 我過去以為是李祥舟 逢世寬給他的建議 結果通通不是 今天一個離退的人 在蔡英文政府 他離退的 他跟我講 他說為什麼軍先要拿掉 他說軍拿掉的目的 就是說如果再把軍 捲進來的話 就是軍公叫農公 五個階級通通都要反他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國民黨應該講 現在蔡英文要台灣幹什麼 要多繳 要少拿 要延推 然後所有東西通通停滯 這個就是說蔡英文是沒有預料到說 大家反彈會那麼厲害 還有一個除了軍公叫 軍他拿掉以外 他的警為什麼不會拿掉 各位來看看 警員的生命 要上班近45年 我現在講的就是延退 各位要 劉華哥 警員平均壽命是62.7 對 所以退休金他都 怎麼辦 退休金拿不到 他可能拿到的是撫恤金 退休金不拿 是拿撫恤金 這真的讓人很心痛 這個就讓人心痛 不是這樣對警察的 不是 現在警察第一個 人事停滯 第二個 警員的人力不足 人力 缺額 缺額很高 那業務又多 所以蔡英文一刀切下去的話 軍警這兩個國家安全支柱 都已經開始搖動了 蔡英文對於年金對18% 他腦袋裡面在想什麼 這是一段他當時嘴巴罵18% 偷偷自己去領18% 被發現以後他說的話 因為我的個案 而產生了焦點的模糊 所以我就決定說 就不再領取 很抱歉 我將來可能會 比較沒有能力給公益機構 或者社福機構做捐款 聽得下去嗎 這樣一個人的人品 這樣的人做我們的總統 來講18% 來羞辱退休的人 董哥 年改的表現 有一個台灣民意基金會做的民調 軍公教不滿意的 不意外 75%不滿意 勞工也有一半不滿意 42比42 然後企業主 自營商 滿意的55 因為年金好像跟他比較沒有關係 然後不滿意的35 最滿意的是誰 是農民 果然跟我們大家想像的一樣 就是民進黨他所要訴求的 滿意的這些人嗎 對 其實民進黨所有的東西 都是以選舉來考量 可是他常常不曉得 事情發生的原因 比如說我們剛剛前面講 一粒一休 他以為勞工在乎的是價 不是 勞工在乎是錢 我可以賺多少錢 因為薪水16年不漲 這是前天主機處的報告 你就知道勞工心裡有多心酸 我們現在講年金 年金他認為說 所有反對的人 都是反對年金的改革 不是 其實大家都能夠體認 我們所接觸到的 包括那些退休金工教的人 他們其實也贊成年金改革 可是不是像蔡正如這樣的改革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整個蔡英文 他做了這些事情 他完全在考慮這種嫌疾 這種嫌疾弄下來的話 台灣大家有那種對立的話 對他的選票是最有利 對社會是最不利 結果這個事已經形成了 然後年金的事情還沒有發生 可是一粒一粒已經發生了 然後這兩件事情 對整個台灣的 內部的經濟的衝擊 真的會讓人家非常害怕 我希望蔡政府可以懸崖勒馬 因為這個事情發生了以後 是沒有辦法回頭的 還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回頭的 現在回來川普 川普不要TPP 他上任以後立刻簽不要TPP 結果國際上的財經媒體怎麼看 所有國際上的媒體都說 Trump's gift to China 送了一個大禮給大禮 然後再來 華盛頓郵報是說 Trump TPP move Signers win for China But Beijing isn't celebrating 北京很沉著 你送一個禮物給我 我看一看你到底想幹什麼 非常沉著 沒有想做什麼 為什麼北京 為什麼習近平這麼沉著 我們來看 他積極在佈局一帶一路 賴教授 一帶一路 然後最近有個消息說 亞投行 他現任的行長經歷群 他講今年會有來自非洲 歐洲跟南美洲 25個新的成員國 加入亞投行 他原來已經有57國 加上25國 所以加起來是82個國家 然後他2017年會推20項新計畫 向全球借出35億美元 亞投行2014年10月才開始籌建 2016年去年1月才正式成立 他的步調步驟非常的快 已經開始有活動 今年就有20項新計畫了 所以大陸非常的沉著 非常的有目標 有方向 是這樣嗎 對 因為亞投行 它是一個活絡 一帶一路的很重要的 一個金融機構 你說這兩件事情是 是一起的 一帶一路跟亞投行 是一起的 不只是亞投行 其實包括金莊五國的基金 包括絲綢之路的基金 也就是說大陸在要推 一帶一路的時候 他也需要資金的活水 因為一帶一路最主要的是基礎建設 這個基礎建設包括空港 就是航空港 包括海港 商港 貨櫃港 包括高速公路 高速鐵路 鐵路運輸 包括光纖 那麼互聯網 還有包括他以後的 那麼在一帶一路所走過去的 通關的關稅的建設 那麼還有自由貿易區 還有經濟的產業園區 所以他整個沿線走下去的話 有60幾個國家 一帶一路 不是說我們現在看地圖上看到 從西安一直烏魯木齊 土耳其 伊朗 塔吉克 到俄羅斯 到德國 荷蘭 到英國 不是這樣現行的 他每一個點都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經濟園區 然後跟當地的國家 有很多的合作 然後有其他的交通建設 然後幫他挖港做什麼事情 所以是一個完全立體的 3D的 是每一個是活生生的計畫 對的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 經濟帶的概念 經濟帶 經濟帶的概念 所以這個一帶一路 是經濟帶的概念 都是經濟帶 所以你會看到 例如說從俄羅斯那邊的話 就是以東北地區為它的東北 那麼也就哈爾濱到蒙古 哈爾濱 蒙古進入俄羅斯 這是一條經濟帶 如果是中亞地區的話 你就會看到是從新疆 從新疆那邊進去 也是一個經濟帶 如果是東盟的國家 就東南亞的國家的話 它就是從廣西 從雲南那邊進入 兩個經濟帶 如果說是到巴基斯坦的話 那麼跟孟加拉 例如說大陸 緬甸 孟加拉 印度 那也是一個經濟帶 是從西藏那邊進去 如果說是從到巴基斯坦的話 那就是從新疆一直拉過去 所以你看從新疆拉過去 那就是瓜達爾港 就是港口 然後再用鐵路運輸 把它連接起來 然後在重要的城市裡面 就是它的大城 大城市作為支撐點 大城市的周邊就蓋產業園區 那麼蓋自由貿易區 所以它是整個完整的 那你因為要蓋這些自由貿易區 這些經濟產業園區 它就必須要有很好的電 其實台灣本身 應該要有自知之物 台灣就是一個小石塔 大陸就是一個大海洋 當你去吸收 大陸的養分的時候 我們看到80年代過去的 不管是康師傅 不管是旺旺 都成為台灣的守護 那代表說 那個滋養是有效的 可是這個電 有些國家它沒有天然氣 沒有煤礦 但有些國家 有天然氣有煤礦 例如說哈薩克 它有天然氣有煤礦 那你就會發現 它就希望要走向 這個電力跨國的發展 也就是說我這個國家 可以供應另外一個國家的電力 我幫你這個國家成立電廠 建火力發電廠 或者建核能發電廠 但是你要建發電廠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有協力廠商 所以協力廠商就創造了 很多的商機 我要幫你蓋產業園區的時候 是不是又有協力廠商要進來 所以原材料要供應進來 我要幫你蓋鐵路的時候 這個鐵路一建立起來的時候 你想想看協力廠商 是不是都進來了 等到我這個產業園區都建好了 水 電 交通 網路 都把你拉起來了以後 銀行是不是要建立 銀行要建立要跨國 要軟銀 所以你會看到 它的電子商務也要進來 所以阿里巴巴 他們都要跟著進來 而且電子銀行也都要進來 好 當他進來的時候 你想想看 政府就扮演引領的作用 很多廠商企業就跟著走進去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在今年統計資料 已經陸陸續續出現了 西藏 西藏在過去 是很落後的一個地方 西藏 重慶 貴州 貴州也是很落後的地方 貴州 這些都是很窮 我們以前常講 人五三兩營 第五三禮坪講的就是貴州 他們在2016年的經濟成長 都是兩位數字 兩位數字 不是二 是兩位數字 都是十幾% 那也就是在大陸各省裡面 他們都是排名前十名 而且排名前三 四 三名 所以今年五月 今年的五月 他們在北京 要對這沿線的65個國家 都已經加入了 沿線的65個國家 他們要舉行 一帶一路的高峰論壇 在北京召開 所以有60幾個國家 可能現在目前估計 可能會有幾十位元首 到北京去談 這樣的一個活動 為什麼 他們要加速 用最高層的力量 來加速一帶一路的 一個建設完成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台商 例如說大陸的國台辦 還有他們的海協會 陳德明 最近也到台商一直在走動 為什麼 因為台商也可能會 跟著他們的步調 往前衝過去 好 台灣有非常優秀的企業家 在過去 王永慶要利用大陸這個大平台 要做海艙計畫 李登輝不准他做 他沒有了 郭台銘利用大陸這個平台 成就今天的郭台銘紅海大地 然後 旺旺蔡衍明 利用大陸這個大平台 今天變成台灣首富 今天台灣看到這個機會 中心院的第一所的所長 劉孟俊說 大陸的官方已經表態 有意取代美國 你不要TPP 我可以取代美國 成為全球經濟秩序主導者 推動自由貿易的主導者 奇怪 共產國家 推動自由貿易 然後美國要防止自由貿易 所以從某種角度來看 好像是陸版的FTA 所以憲哥 台灣的 我們的機會在哪裡 大陸在這裡 然後是一個大平台 亞投行是平台 一帶一路是平台 中國似橫似重的高鐵網 現在已經蓋了2萬公里了 對 所以我們看到台灣 其實台灣本身 應該要有自知之名 台灣就是一個小池塘 大陸就是一個大海洋 當你去吸收 大陸的養分的時候 我們看到80年代過去的 不管是康師傅 不管是旺旺 都成為台灣的首富 代表說那個滋養是有效的 我想我用一個比例 比如說去年來講 我們的汽車銷售是43.9萬輛 大陸是2800萬輛 一般來講 它的面積 它的人口 它的貿易的實力 是我們差不多58倍到65倍之間 2800萬 這就是一個概念 而且大陸為什麼會推一帶一路 剛剛教授講得很清楚 最主要是習近平的 十三五計畫裡面 他要國強民富 未來的戰爭 絕對是打經濟戰 打貿易戰 打貨幣戰 打貨幣戰 我舉一個例 兩年前俄羅斯不是進軍烏拉克嗎 美國怎麼打 他有沒有出一併 沒有 烏克蘭 有沒有打 沒有打 他就第一個 我把石油打下來 我釋出戰倍石油 第二個 我就是把你經濟制裁 俄羅斯的蘆布 一年貶值了199% 俄羅斯的經濟就垮掉了 所以你以後 台灣我們就是以貿易立國 今天我們看到在原曰17號 習近平在瑞士的達沃斯 他演講的時候他講說 我這個一帶一路出來 現在全世界參與的國家 有100多個國家 我未來的五年 我大陸要進口8兆美金 8兆美金的貨物 我要吸收全世界 6000億美金的投資 我大陸出去在這 60幾個國家的投資 要超過7500億 未來的五年 我有7億人次的觀光人口 這些旅遊人口 到你們這些國家去消費 所以我以後就是老大 我老大要當得起 我一定要怎麼 要控制經濟權 過去不管是亞洲銀行 不管是世界銀行 誰控制 美國 日本控制 所以我就成立一個亞投行 這是一個配套措施 當然在國內裡面 他也一定要四中四虎 以後要八中八虎 為什麼 因為我的高鐵 以前你看英國的崛起 美國的崛起 英國崛起除了以前的船運以外 後來是因為鐵路 我們知道你到過美國 你知道美國鐵路那個火車 一拉是300多條 300多個車廂 你這邊等要等20分鐘 才能夠過平交道 鐵路它帶來的 經濟的影響有多大 以前的鐵路頂多110公里 現在高鐵300公里 400公里 500公里 連韓國他說未來1000公里 你說的是時速 對 你想想看 你說以這樣的一個高鐵 還有它加上它對整個東盟 所謂的他們講東盟 東協10個國家從去年2016年開始 互相連關稅 互相連關稅 它未來的三年要全部連關稅 你知道它是東協的盟主 東協總部設在南嶺 它從南嶺控制東協 東協不是靠東協 東協只有6.4億人口 是東協加6 包括加中國加日本加 韓國加澳洲加紐西蘭加印度 一共有34億的人口 那才是最大的市場 台灣如果我們過去 我們ECFA已經簽了 有一個平台 胡帽也簽了 貨帽也簽了 我們也加入亞投行了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看到台中的一個工具機 去年是哀哀叫 為什麼 我們工具機 全世界排名第三 進入東協5%到15% 現在所有東協國家互相連關稅 你要怎麼打贏人 所以這樣的平台 台灣真的不要嗎 台灣的機會在 你是不要 為什麼我們不要 現在是人家不要我 義士型態治國 福帽是我們拒絕的 我們不要福帽 人家給我們的所有的利益 是別人眼紅的 香港 韓國都羨慕得不得了 我們不要就是不要 我們少也不要做 我們寧願做乞丐 所以剛剛 罐罐家財 你不要 你要蹲在路邊去做乞丐 這樣比較好吃飯嗎 台灣有說人爽 不然怎麼樣 好 我們來看 大陸他坐高鐵 是比台灣還要晚 然後他坐了之後 他自己有技術之後 其實我們講很多遍 他的四縱四橫 北京到深圳香港 北京到杭州 北京到哈爾濱 上海到深圳 然後四橫是徐州 鄭州 藍州 上海到昆明 青島到太原 上海到成都 也就是說內部靠四縱四橫 加上未來變成八縱八橫 然後外部一帶一路 亞投行 加上東協 RCEP 千惠 我們台灣也有 我們台灣有河三跳電 對 昨天真的是把大家 給嚇了一大跳 在昨天的清晨6點26分的時候 河三場的一號機就跳機了 而且是首次發生了機械故障的事件 是河三場 也出現了供電警戒的橘色燈號 那麼當然事後證實 這沒有輻射外協的疑慮 不過明帶著期盼說 接下來要過年 過年期間拜託 拜託 河三場不要再出狀況了 不要給驚喜 我們講到講得口莫橫飛 講到大陸這些 我們不是要歌頌大陸 多麼的偉大 多麼的厲害 我們是講說這樣大的平台 我們台灣人這麼沒有志氣嗎 我們為什麼不要 龍介兄 台灣人真的不是中國人嗎 這麼好看我們都不愛 因為中國覺得我真心握著 我對你這麼好 要幫你沾 你當作我要幫你加 川普不愛TPP 台灣的未來是你們記憶 大陸的市場真正重 等你回頭 我們不愛你 你說65國現在買年 還要25國加領 你不知道為什麼 57加25 這25的國家 要加入亞島行這些銀行裡面 有超過15以上的國家 就是中國已經跟他 共和投資的工程跟建設 所以他要加入這個銀行來投資 包括飛鳥 包括南米鳥 歐洲 去年習近平去世界 嚇一招一招 他就帶很多領帶出去 去共和很多國家跟國家的投資 所以他現在投資的 這一帶一路 去告地就對了 不但做生金 以前你在說的 幾州跟那些城市 是要靠沉順 公州 這些一算城市 去撫平 去叫做就對了 去做路 建設 都由炎害這些城市去投資 他們的人都要去外地投資 對 現在不用 現在讓他們大家回鄉 所以你說郭台銘 你會記得嗎 他跟鳳梁說 你們都回到去 對 回到操地 有三個 那是配合的 他不是叫他們回到操地 郭台銘現在要把日本下部 所有的電器 要全台都去銷售 叫這些工人回去開電器 是回到他的國鄉島主 去騙我們的城市島主 所以這是一個大北台 中國的經濟 白起來這是一個苦勢 當然蔡英文總統 你不用怕 怕什麼 台灣跟中國 政治可以價值 你不是說要求黨尊一 如果這個黨 大家先來變經濟 你不是用意識形態 讓我們台灣積極多的機會 所以過年要搞了 你不用真的讓台灣的經濟 冷靜 大家紅包如何拿到 冷靜 只能你大家拿不到 年底雙金 老闆董 你們要為什麼 什麼 因為留基法不規定 要發紅包 對 年中獎金 他現在就是把雙金賺起來 因為未來加班我的情價 我本來要發你一個月 或是九半月 我撞起來 當作未來十二個月 你加班的時候 我拖來認不認 變這樣 勞工反應給我們聽 我去問那個老闆 老闆我沒辦法 我只能這樣來引應政府的政策 為什麼那麼愛日本 然後那麼仇宗 那麼恨中共 他就是去塑造一個意識形態 這個意識形態對他選舉有利 可是這樣的話 我們一帶一路也沒了 亞投行也沒了 大陸的高鐵所造成的 帶來的大陸 整個經濟國力的提升 也沒了 我們都不要 過去大陸會強 漢朝唐朝叫漢唐 漢唐為什麼強 因為他思路 所以唐太宗好為天可汗 大家認為他是個領袖 明朝那時候為什麼會強 因為600年前鎮而下西洋 讓東南亞各國看到 這就是一帶一路的概念 你今天看到的他不是 我們民進黨他執政 他是嘴巴喊一個要南進 你南進的那些國家 現在都跟大陸在交好 都是亞投行的對象 亞投行這些國家全部在裡面 美國那時候 歐巴馬是要對抗大陸 然後他就拜託他的那些 那些友好國家說 你們不要去加入亞投行 結果英國第一個加入 對不對 英國去年還找大陸 來幫他蓋核電廠 這個蓋的地點叫新顆粒角 那個美國北邊的鄰居加拿大 也快馬加鞭加入亞投行 馬上加入 英國一加入就一堆人都加入 丹麥什麼大家都加入了 美國你現在又自己 保護主義又封閉的話 你可以看到其他人 人家都要做生意 都要考慮到他的民眾 你今天看到了 民進黨這種做法 字節墳墓 字節死路 你等於說放在你旁邊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或一個地區 像台灣有這麼好的機會 跟地點 我們同文同種講同樣的話 同樣的宗教信仰 你拜關公 我也拜關公 你拜馬祖 我也拜馬祖 有這麼好的機會 就一腳要把它踢開 你可以想像這個政府在幹嘛 在經營他的選票 有人跟老天爺祷告 說老天爺救我 救我好窮 然後求了很多天老天爺說 我已經給你禮物了 可是你把那個人踢走 所以沒有 上天給台灣最好的禮物 台灣人是全世界 最得天獨厚的一群人 當中國崛起的時候 我們甚至比內地的人 還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崛起更大的利益 可是我們不要 你想想看 億萬富豪做什麼事 你要不要跟著億萬富豪去做 郭台銘做什麼事 蔡衍明做什麼事 聯發科做什麼事 為什麼他們那樣做 我們為什麼要被其道而行 可是講到大陸這個大平台 大陸跟美國千惠 他們現在又吵起來了 沒錯 而且川普來了 他真的是沒在客氣的 再度挑起了南海爭端 就在川普就職的第三天 美國白宮發言人史派瑟 就嗆聲說 如果南海爭議的島嶼 並非屬於大陸 美國將捍衛國際領土 國際領土 不被某個國家侵佔 那麼當然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也立刻回嗆說 美國不是南海 有關爭議的當事方 維護各國在南海航行自由 但是反對橫行自由 美中雙方互嗆火藥味十足 但是反觀我們在南海 其實我們也有角色 這個太平島是我們的 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但是蔡政府怎麼悶不吭聲 可是在這一頭 我們看到蔡英文喊得很大聲 說要國際國造 國建國造 而且國防部長馮世寬 還說漢翔公司有能力 打造IDF戰機的任務 同時他還做出了一個新的承諾 他說國軍已經啟動了 下一代的隱形戰機的研發 好 結果國民黨智庫召集人 林玉芳他說 這個馮世寬喊要造戰機 非常非常的不務實 也沒有考慮到國家的國力和財力 所以我們不知道 這個蔡英文政府 她這個算盤是怎麼播的 也讓大家質疑說 南韓主權棄手 但是國機國造 要給美國交保護費 大陸跟美國兩邊 在爭執南海的主權 海域的問題的時候 我怎麼看新聞 看電子媒體 看網路新聞 都沒有看到台灣 我們蔡英文政府有任何 連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 好像太平島跟我們沒有關係 這個地方整個南海裡面 其實太平島是最關鍵的關鍵 然後剛剛千惠在念戰機的時候 我一直聽成炸雞 你餓 因為國防部長馮世寬 他講的那個戰機講的 好簡單 好像在吃炸雞 有華兄 不是我餓了 馮世寬這樣子講 真的嗎 我們真的可以做 我們可以自己做戰機 馮世寬這樣子講 純粹是在作秀 你IDF可以做 因為你那個是商用引擎 可是你下一代的逆中戰機 各位要知道 因為我去參觀他們戰機的工廠過 你要知道 戰機 你先要決定你的發動機 馮部長他又送蔡總統的命令 說我們可以製造潛艇 潛艇我們要製造 馮部長 那我現在問你一句話就好了 你的撤停性 發動機決定了你決定你的機身 然後第三個決定你的戰鬥系統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馮世寬說我們可以弄逆中戰機 我現在請問馮部長 世界上只有幾個國家可以搞逆中戰機 是沒有尾巴的 因為他必須要遮蔽紅外線 所以他機身要做一個大量的改變 第二個馮部長他又奉蔡總統的命令 說我們可以製造潛艇 潛艇我們要製造 馮部長那我現在問你一句話就好了 你的測評系統 你的戰鬥系統 請問你要從什麼地方過來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就是要整個台灣 因為蔡英文他下達的指示是要國機國照 我要做逆中戰機 我告訴你馮世寬 台灣如果能夠做短場起降或垂直起降 全球只有三個國家 美國 英國跟俄羅斯 俄羅斯的是一個失敗的 但是只有美國跟英國 你台灣還需要有那麼多的錢 你要花那麼多的錢 還有馮世寬 你必須你要考量到未來製造潛艇 我們的潛艇剛剛好 跟日本的蒼龍級潛艇一樣貴 所謂的一樣貴 就是說你主要的技術 你還是控制在美國的手上 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之下 你國機國照 你是製造死路 不像蔣經國時代 因為他經濟發展 所以他才可以去造一個IDF 現在請問 台灣的經濟狀況 能夠允許讓你這樣胡亂揮霍嗎 所以馮世寬就是說 我想除了作秀還是作秀 不然的話就是講給蔡英文聽的 好 我們前面講到一例一休 造成經濟的衝襲 然後年金 然後政府說 我沒有錢發退休金給你了 但是我有錢 要炸雞 所以這個政府是怎麼樣的政府 然後你看 這裡 這是美國白宮發言人 在美國對大陸嗆聲 這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在大陸對美國嗆聲 昨天我還看到 NBC專訪 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 等於大陸的發言人 到美國跟美國嗆聲 千惠 對 而且這次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陸康 他接受NBC專訪的時候 口氣嚴肅 而且面色凝重 他就是要讓美國知道 大陸是認真的 他重申一中政策 是美中關係的基礎 那麼攸關大陸的核心利益 無論如何不可談判或是作為籌碼 而針對美國白宮的發言人表示 這個南海是國際水域 他說將捍衛國際領域 不被某國侵佔的 這樣一個說法 陸康回應說 不認為美方人士有立場說 這是國際領域 所以記者就接著問 聽起來是沒有討論空間的 陸康說一中政策 記者再問百分百嗎 陸康說百分之百 100% 所以教授 白宮發言人嗆聲 大陸嗆聲 大家刀光接著沙拉下去 國際海域 太平島是一個島 是我們的領土 那個是我們的領海 怎麼會是國際海域 為什麼蔡英文沒講話 蔡英文應該講話 可是他又怕得罪美國人 那麼他又怕打理美國人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把自己的國家主權 就把它放掉了 我們台灣人的尊嚴呢 尊嚴就被蔡英文的 被蔡英文的靜默 那麼吃掉了 這個是我們很大的侮辱 不要忘了 美國人也不要忘了 第一個沒有所謂的國際領土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國際領土的話 我想有兩件事 可能美國人馬上要處理 第一個 也就是說應該要讓夏威夷 恢復他的國家主權 等一等 跟觀眾講一下 夏威夷的可憐的故事 夏威夷他因為是 美國海軍陸戰隊過去的時候 因為原來夏威夷 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是被美國侵略佔領的 因為這個獨立的國家 後來法國人的勢力到了以後 美國人很擔心 法國人影響了夏威夷王國 所以美國都派了海軍陸戰隊 那麼就在那個地方 發動了政變 發動了叛變 就把這個夏威夷的王國 把它推翻了 推翻以後就把它佔領了 在你沒有多久以後 就把它收回去 就把它強佔了 納維領土 對 那是強佔的 那是國際上非常典型的案例 就是強佔了夏威夷 所以你應該要先恢復 夏威夷的獨立的國家的主權 你完全違反國際法 尤其違反格拉休斯的 國際法的原則 這是一個違法的案例 第二個 你如果真的相信國際法的話 那請讓關島 關島 關島 關島是托管 對 那不是屬於美國的 而且哪有說二次大戰以後 托管到現在 還在托管中 所以你應該 讓這個國際領土 交回給這個聯合國的安理會 來處理 這個才是符合國際公理 符合國際法 好 但是在美國來講 就不會談這個了 如果講到我們的太平島的話 這個就十一段線了 十一段線 美國人如果你的歷史不健忘的話 我們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我們就說 我們要收回 日本強佔我們的領土 所以我們就把南海海域的島嶼 我們都要收回來 所以當時要收回來以後 我們宣布了十一段線的時候 美國還協助我們 美國派了他的軍艦 協助我們把日本佔領下的島嶼 都交還給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我們的軍艦 帶著我們的內政部的官員 跟我們的南海的官員 我們就到那個地方 開始去探勘 開始去測量 開始去命名 然後畫地圖 畫地圖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 有一個礁叫做美濟礁 美濟礁 那就是美國人幫助我們 美濟礁 對 美濟礁 所以叫做美濟礁 所以美國人不要睜眼說瞎話 歷史寫在你的眼前 你新任的發言人 回去翻一下你的白宮的 或是國務院的檔案 你就會看到1945年 那段時間的歷史 而不要忘了 一旦當時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 是緊密的盟友 所以對美國來講 十一段線就是你的 所以在他們的海圖上 都畫十一段線 他們自己官方的海圖 畫的都是十一段線 海圖上畫的就是十一段線 美國在太平島上 標下來的就是太平島 目前是我們中華民國在駐守 請問一下 後來人家問說 是島還是礁的時候 美國人自己都打臉了說 你白宮的地圖 都是這樣畫的 你國務院的地圖 都是寫太平島 現在所謂的國際仲裁法院 說是礁 你美國人 跟你的美國政府的立場 不一樣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你就會發現這個時候 完全不講道理了 不講法律了 不講國際法了 美國人的嘴臉 在這個部分裡面 應該給國際社會做個交代 你在歷史上 在你的白宮的文件裡面 在國際法上 你究竟態度跟標準是一致 還是兩個標準 還是三個標準 符合你有力的 就是一個你的標準 那就不對 這叫做強權 不叫做公理 根本我們的太平島 跟相關的海域底下 太多值錢的經濟上的利益 是的 所以我們台灣 對中華民國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美國官方的地圖上面 他寫的就叫做太平 Island 對 Island 董哥 Island的主人 為什麼島主 為什麼不講話 我們的政府在哪裡 如果是馬昂九 還在當統統 馬昂九一定會講話 我們是默認了 默認說是國際的嗎 因為馬昂九 你看他讀大學的時候 他就為了釣魚島 等於是釣魚台 那個主權力抗爭 那時候保釣 然後他到哈喉練博士的時候 他的論文就是釣魚台 博士論文是釣魚台 他當總統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他怎麼去積極講南海 因為剛剛那個是東海 這是南海 南海的島嶼裡面 只有太平島是島 其他都是礁 那我們有這麼明顯的主權 美國為了基於這裡 的戰略還有經濟價值 故意鎖使菲律賓 然後去打這個官司 打一打 你看馬昂九今年二月 去美國他會不會講南海 太平島 絕對會的 要告訴美國人 因為美國人本來 出賣盟友是慣例 台灣去日本跟美國出賣盟友 所以他一直在親密親立 來關注 台灣人其實已經 這裡沒有 都沒有 美國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太平島不是島 但是美國有違背 一種的關係就好 過去出賣中華民國 如果不是中共去配合朝鮮 韓國打韓戰的話 美國早就把我們踩在腳下了 那時候中共是抗美援朝 所以我們才又被美國 拉回來當盟友 如果你知道了 這樣的情況的話 就知道美國是不可靠 美國什麼地方 都要跟人家攔指一下 然後說表示他有什麼主權 這個其實大家要有共同的認識 不要被美國人 那些稀幻的語言所欺騙 羅介兄 蔡英文不講話 對我來講就是賣台 這個利益都不要了 就是賣台 因為在福利賓中裁出來的時候 他就沒說話了 那時候我們都知道 台灣去讓日本跟美國出賣了 所以他一直在親密親立 來關注 台灣人其實已經看到了 都沒有 美國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太平島不是島 但是美國有違背一種的關係 沒有 這樣的意思就是 表示台灣是中國的 但是太平島不是他的 你要清楚 這裁明美國就是 把你台灣撒給中國 對 憲哥 太平島上有什麼樣的利益 它下面有石油跟天然氣 而且它的一個運常量非常的高 所以太平島現在島變焦 然後蟲之鳥礁變島 美國人你看 這是國際現實 好 你太平島下面一翻以後 這個地方是